老公做民眾嗎 老公做民眾 排隊領取報名表 整個服務處人山人海 全都是要來找新桃樓 桃園市政府青年政材活動開跑 接近大專院校畢業季 加上疫情影響各行業大洗牌 許多民眾想趁機轉換跑道 我其實在之前從事旅遊業 那我也是因為旅遊業 就整個的旅遊線斷掉了 沒有客人 然後沒有生意 所以才來換了一個新的工作 很多朋友都找不到工作 前一段時間這兩年都找不到工作 做什麼 屬於那種電子的那種公司 那公司有受疫情影響嗎 多少都有啦 訂單變少拿就裁了部分的員工 先前因為疫情關係 讓許多人工作求職都卡關 好不容易本土疫情危機解除 廠商看準時機大舉招募心血 保證基本薪資28K 爭執有科技大廠釋出 月入10萬元高薪職缺 參加的民眾其實是非常的踴躍 那廠商也非常的踴躍 像我們今天呢 這個廠次呢 有68家的廠商參加 開出2500個職缺 人力銀行調查青年族群最新就業趨勢 今年科技業依舊很夯 2021年4月新鮮人主動應徵科技產業 比例為29% 比去年增加4個百分點 而房地產景氣加溫也讓不少人改投入建築營造 不動產相關行業 薪資福利方面 年輕人比以往更重視工作環境 交通及彈性上下班 期望薪資不便落在32K左右 至於今年2月整體開缺也大幅成長 比去年同期大增7成6 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今年的真材規模 也是史無前例 大動作舉辦10場校園說明會 更放寬真材標準 令不少社會新鮮人躍躍欲試 自治院就是台積電 因為它就是領頭羊的公司 然後感覺可以看到未來的希望跟發展 固定一點 長期發展性好一點 求職高峰期 政府攜手廠商 卯足全力爭攬人才 協助青年學子尋找人生方向 拜託畢業及失業的思維模式 歡迎新聞陳明彥 陳彥 魏林嘉倩 台南桃園報導